咋的啦 我那天 从李七星家出来那次之后 心情就一直很糟糕 闭上眼睛我就开始胡思乱想 像我爸我妈那些事情 他们到底是怎么了 然后最近工作又忙 如果真的是因为忙工作也就罢了 竟是些破影咒 迎来送往那些破事 一点建设心意意都没有 有 然后今天又是凌晨三点才下班 下了班我想甭回家了吧 反正也睡不着 就直接来找你了 再想 你也睡觉呢 好嘛 我从那会儿坐你家楼下 等到现在了 古人话说 伸手不打送早餐的人 真惨事 行贿而已妈 真热池 不耽误你上班 说吧 你到底来干吗了 说话呀 来 水星 嗯 没错 太没劲 我妈说下午要来到上海 见两个客户 说身道给我烧了点东西 晚上又到我那儿住 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她 哎 我说你这是死脑筋啊 这些年你满世界的方菲 交了那么多个女朋友 你爸妈 我怎么就交了那么多个女朋友 我只有你一个好吗 什么 我假装信你啊 不管你交了多少个女朋友 你爸妈可没嫌弃你啊 那能一样吗 怎么不一样了 那次我回来之后 仔细再一想 挺恢复你妈妈的 既顾全了全家 特别是顾全了你 又一点呢都没委屈自己啊 拿得起放得下 是个有个性的明白人 赶紧吃 洗手啊 我打算辞职啦 为啥 一 生活没有压力 二 不愿意为了糊口的工作 踩上自己的生活 隔壁红红 正为了可能失业 抓起脑肺呢 大少爷这种运种 真讨大 是认真的 你甭跟我打岔 我打算休整休整 去大学 应聘一个教师的职位 凭我这文凭 还有我这工作经历 那是绰绰有余 说切到外 感情里是为了寒暑假呀 好了好了好了 别的我说不上 我的亲身体会呢 就是在没有房贷车贷的情况下 你又不考虑结婚生子 一万块钱的收入 已经能够让你在上海 活得挺滋润的 请供参考 这才叫人话 好 我认真地跟你说 经过我认真考虑 认真地评估了我的未来工作 和生活之后 我才做的这个决定 我是一个负责任的人 你记住了 你真考虑过 财务能够自理 成年人当然有权做出 自己喜欢的选择了 好 就像你说的 我一会儿就去辞职 刚好 下午等我妈来的时候 应该有个话题 避免尴尬 吃咱这油条 怎么都没有酱油呢 我的支持有没有重要吗 当然 甚至可以说最重要 我说那叫我 你怎么 muy来爱 我但我都没有选择 想要不辞 怎么样 找我 你怎么没有 我就是 感到做